名外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故 一個79歲的男病人 之前入醫院做白內障手術 他星期二因為肚痛獲處方舒緩藥物 到當天早上9時 醫生巡訪時發現他不太清醒 也留意到他血壓下降 血量飽和得不理想 於是就為他補充氧氣 到早上11時 病人還是不清醒 於是安排他由眼科病房 轉網幾層樓資格的深切治療部 病人在11時15分被送到ICU 醫護人員發現 他用的氧氣瓶氣罰沒有開 是12時50分的時候 白白證實了離世 聯網和遠方對病人離世 感到十分難過 已經和病人和他的家屬 解釋會面 和交代事件 我們在這裏 和家屬 致意深切的慰問 和自協 明愛醫院會成立根源調查委員會 跟進 有關個案 亦都已經情報 死因裁判官跟進 這件事是否涉及人為疏分 涉事的醫護人原有是否需要負責呢 院方就說 他們正在按原有的安排 是放假和工作 阮方又說 因應這宗事故 已經立即提醒 會用到有關氧氣瓶的醫護人員 適當的使用方法 又決定在下年 添置優快的氧氣瓶 希望可以避免同類情況發生